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老街改造 这个墙是作为一个古墩留下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刘生路 今年是90岁 山东文房人 我是参加解放军 1953年到上海来 我媳妇就是本地古村的 2016年那个时候刚刚听到说古村要动区 我想把它画下来 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 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骑自行车去 500多间房子 花了6个月被捏 一天花了4个小时 他们都看过了完全对的 一个单位也不错 一个房子也不错 一个人刚来扣了 哎呀 我输了给他 因为我给他开地 老早说古村古村 世上不是村 是个街 嘎说村庄 都到古村来慢慢走 因为农村里想 木上地 最东面那个支布厂 嘎富厂 有蔬菜地 五斤地 绕香鬼 中国古村再到这里找 木地里一个 这一个人一个 一日想去看看 建峰布厂 就是这个人 当时在某个宝山 还是比较有名的 这个老街改造 这个厂是作为一个骨灯 留下来的 工厂是过来 鞋铺 照相柜 还有手标 再拿那个单 秀私地 拿那个单 那么过来 就是干户墙了 这个两层楼呢 就是百公司 百公司 这个墙房 这个后面 这个西美墙是墙房 这两层楼呢 以前还是一个故乘的 好长时间没见了 夏季多年了 我们堵着 看到他们 有人奔走也奔进来 什么时候出钱 什么时候 有人奔走也奔进来 有人奔走也奔走进来了 马上九月份 小朋友要上学了 工程中学 小孩也帮我本 下次不一定看到 下次 三周全会以后 特别是我们这个 十八大以后 这个发展快了 这个二十来年 快了不得了 去年二十大以后 更高了 不得了 我们的九小会出来 小的九小会 全是如何 农村的 要到马桶到火 往里去 现在西部都是 有点有水 老到时候 这个日子来过 现在是天天过年 基本的小康 又结束了 这个贫困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 这个发生了 但是 去水不要我 我把我精力 发生不共产党 我估计啊 一年比到两年 差不多 要改造好了 我得重新要化了 原来老街 现在新古村 新面貌 只要我有生 之力 我肯定 我要化了 天天 都没有 那些人 那些人 想要 说 那些人 不可能 才能 拿过来 那些人